体育方面继续来关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 广东队昨天晚上迎来与江苏队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比赛 上一场的广东是赢得了一场大胜 只隔了一天 双方再次碰面 广东队依然在开场展现出了强势的一面 首节一上来 外援威姆斯就与一记三分球先生夺人 他与任俊飞的默契配合 帮助广东打出一波14比2的梦幻开局 江苏仅仅第一节就以20比35落后广东15分 到了第二节 广东攻势不减 而江苏则显得有些着急 看看这个球 抢下篮板的江苏明明可以好好组织进攻 但19岁小将孙兴的处理显然是有点着急了 白白浪费了这次进攻机会不说 还让对手打成反击 74比41 广东领先结束上半场 休息回来 江苏队的攻势依然没有起色 面对广东的快打旋风 江苏依然没有太多办法 广东究竟有多快呢 看看这次进攻 广东队依靠三次传球 便撕破了对方防线 整个进攻仅用14秒钟 这一节 江苏队只得到了21分 广东队则是砍下了46分 三节结束后 广东队带着58分的巨大优势 提前终结了比赛悬念 第四节也沦为垃圾时间 最终广东7人得分上双 主场141比99大胜江苏 总比分2比0领先 第四节也沦为垃圾时间